關注地方新聞 加州面臨第三波新冠疫情高峰 為了防止疫情在冬季節節日期間繼續落化 衛生部門升級防疫限制 對於不專守防疫規定 疏忽員工防護的企業和機構 會開出超過19.1萬美元的一張負擔 而食品公司史密斯、菲爾德、洛杉磯院懲介所 凱薩醫院都明列其中 以此提醒加州所有企業和工作場所 要嚴謹地專守規定 而州長柳森今天也宣布了 加州處於紫色階級的一個縣 將會從這星期六開始直到12月21日 實施晚上10時至次日早上5時的消禁 馬上來關注 加州新冠疫情的集中 除了公共社交場所是最易傳播的地方 工作場所也是一個防疫的薄弱環節 衛生官員除了將民眾的防疫措施升級 亦都積極監控大型企業或機構是否遵守防疫規定 加州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從4月疫情爆發初期到11月期間 跟蹤調查南加州多家企業 對違反新冠防疫規定的機構開出負擔 因為這些企業沒有在工作環境中保護員工免受病毒感染 洛杉磯院被開了6張罰單 總額71555美元 最大的違規行為發生在懲戒所和監獄 調查人員指出 監獄方沒有向員工提供足夠的防護培訓 令他們忽視病毒經有空氣傳播的風險 也沒有配備合資格的防護口罩 洛杉磯衛生服務局回應罰款行為不恰當 準備上訴 美國大型食品公司史密斯菲爾德 在加州焚農的肉類加工廠也都被開了6張罰單 罰金55850美元 調查人員指控該工廠沒有按照規定 監控300名員工的健康狀況 員工感染新冠後沒有及時上報 史密斯菲爾德表示 公司一直積極配合加州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調查工作 總共投入6.5億美元購買防疫設備和改造工作環境 所以絕不承認指控會全力上訴 總部位於加州奧克蘭市的可薩醫療 也都收到了3張總額18,075美元的罰單 因為沒有及時將3名員工染疫的消息 上報加州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調查人員同時指出 醫院進行新冠檢測的篩選帳篷中 沒有安設有效的空氣過濾裝置 令員工有感染風險 但是可薩醫療否認所有指控 表示為每位員工都發放了合格的全套防護裝備 而且十分重視防疫 亞馬遜也因為沒有向倉庫工作人員提供必要的防疫訓練 被罰560美元 其他受到指控的還有City Staff Solutions等多家公司 過去幾個星期 加州乃至全美的新冠案例飆升 截至11月18日 加州58個縣中的41個縣 已經退回疫情限制最嚴重的紫色級別 代表多數企業不得不暫停開放 而恢復更為嚴格的限制措施 南加幾乎全部淪陷 洛杉基縣11月18日 錄得單日新增感染3,795例 是7月以來的最高數字 樂園星期五將率先對餐廳、酒吧實行銷禁 晚上10點到早上6點禁止營業 並正在考慮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措施 目前樂園平均5日新增感染達3,100例 衛生局長廢雷爾表示 由於新增案例和住院人數不斷攀升 如果本地平均5日新增感染數字超過4,500例 樂園將會發佈類似今年春天的居家被疫令 生效時間至少長達3個星期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樹何柴線 雪糞 翅 checklist 阿部 進捏 小可